欢迎来到我们的《两韩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日 我们有三则重要新闻为大家带来 首先是来自香港的消息 香港橄榄球队已70比6大胜马来西亚后 教练道格拉斯呼吁亚洲橄榄球锦标赛进行改革 建议加入日本A队来提高比赛竞争力 接着 我们来到韩国 韩国医师协会宣布将于6月18日举行大罢工 抗疫政府计划增加医学院招生名额2000人 这是韩国医师协会首次进行集体行动 90.6%的参与医生支持罢工 最后 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北韩向南韩发送了数百个装满垃圾的气球 作为对南韩宣传单张活动的回应 南韩政府决定重启对北韩的扩音器广播 这是6年来的首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橄榄球队主教练安德鲁 道格拉斯在球队以70-6大胜马来西亚后 呼吁对亚洲橄榄球锦标赛进行改革 尽管比赛因雪兰娥的暴风雨延迟了30分钟 香港队依然轻松取胜 道格拉斯对球员的杰出努力和态度表示赞赏 但质疑与排名世界第49的马来西亚比赛 是否足以为两周后与韩国的决赛和随后的南美三场比赛做好准备 他建议包括一支日本A队以提升比赛的竞争力 但道格拉斯对球队的深度表示乐观 并对球员们的积极性表示满意 Nike Asia报道 韩国医生计划在6月18日罢工 以抗议政府的医疗改革计划 韩国医学协会KMA表示 该国14万名医生中有74%的会员在投票中支持集体行动 协会主席林贤则指出 政府的计划将破坏韩国的医疗系统 并无法解决医生数量不足和补偿不足的问题 林贤则表示 韩国医学协会将站在拯救医疗系统的最前线 并计划在6月18日停止工作 举行大规模集会 政府则认为增加医学院学生数量 是为了弥补医生短缺 并呼吁医生不要采取危及公共安全的行动 韩国总理韩德珠称 任何集体行动都是非法的 并呼吁通过对话解决僵局 日本时报报道 韩国最大的医生组织投票支持6月18日罢工 这是他们首次集体行动 抗议政府的医疗改革计划 韩国医学协会表示 64,139名医生 即参与罢工公投的90.6%支持罢工 协会主席林贤则在声明中表示 该组织代表全国14万名医生和2万名医学生 这次行动发生在韩国经历了数月的医疗服务中断之后 当时医院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 因抗议政府增加医学院招生名额而离职 尽管有抗议 政府最终还是决定在全国招生配额中增加约1500个名额 这是27年来的首次增加 Yahoo US报道 鸟流感不仅影响了牛和鸟类 还波及到猫 这让人们对这一公共卫生危机更加担忧 猫感染H5N1病毒后会出现发烧 食欲不振和严重的呼吸和神经系统症状 甚至死亡 2023年春季 德州的一个奶牛厂首次发现鸟流感 超过一半的猫在饮用受感染牛的生奶后死亡 专家建议猫主人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避免给猫喂食生肉 特别是那些来自受感染禽类的肉类 尽管猫感染鸟流感的风险相对较低 但对于生活在农场的猫来说 风险会更高 专家强调 猫的情况并不像雕和雪雕那样令人担忧 后者更容易感染病 传播病毒 Yahoo US报道 北韩再次向南韩发送装满垃圾的气球 这些气球跨越了重兵把守的边界 根据首尔的总参谋部报告 从星期六到星期天早上 北韩释放了约330个垃圾气球 其中超过80个落在南韩境内 尽管初步调查显示 这些垃圾不含危险物质 但人们仍被警告 不要触碰这些物体 这是对南韩团体 反复向北韩发送宣传材料的回应 这些活动在南韩内部也存在争议 北韩自5月底以来 已经向南韩发送了超过1000个装满垃圾的气球 这些行为加剧了韩半岛的紧张局势 日本时报报道 首尔南韩将于星期天开始 对北韩进行扬升器广播 这些广播对金正恩政权来说 将是难以忍受的 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星期天早上举行会议 讨论了北韩再次发送垃圾气球的问题 委员会表示 这些措施可能对北韩政权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但他们将向北韩的军队和人民传递希望和光明的信息 这是对北韩发送垃圾气球的直接回应 南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北韩施压 并向北韩人民传递反对独裁政权的信息 BBC报道 韩国宣布将恢复对朝鲜的喇叭广播 这是六年来的首次 以回应平壤通过气球向韩国发送垃圾的行动 上周末 超过300个朝鲜气球被发现 其中约80个落在韩国境内 携带废纸和塑料片 韩国军方表示 目前没有发现有害物质 但提醒公众不要触碰气球 并报告任何目击情况 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在周日重新启动喇叭广播 这些广播内容包括两国新闻 民主和韩国生活的信息 尽管2018年两国曾同意停止此类行动 但近期局势紧张 韩国激进分子向北方发送批评朝鲜政权的传单 和K-pop音乐视频 引发了朝鲜的报复行动 根据卫报的报道 韩国将重新启动对朝鲜的喇叭广播 以应对平壤向韩国发送数百个垃圾气球的行为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这些措施可能对朝鲜政权造成困难 但将给朝鲜军民带来光明和希望 最近几周 韩国激进分子向朝鲜 发送了载有K-pop 美元钞票和反金正恩传单的气球 激怒了平壤 朝鲜随后发起了报复行动 向南方发送了近千个气球 携带烟头和卫生纸等垃圾 韩国首尔市政府和周边的经济道政府 向居民发出警告 提醒他们注意新一批气球 韩国军方分析显示 最新一批气球中没有发现有害物质 但仍提醒公众远离并报告任何气球 南华早报报道 韩国宣布将恢复对朝鲜的喇叭广播 以应对平壤向韩国发送垃圾气球的新一轮攻势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朝鲜应对两国紧张局势升级负责 最近几周 韩国激进分子向朝鲜发送了载有K-pop 美元钞票和反金正恩传单的气球 激怒了平壤 朝鲜随后发起了报复行动 向南方发送了近千个气球 携带烟头和卫生纸等垃圾 首尔市政府和金基道政府向居民发出警告 提醒他们注意这些气球 专家表示 恢复喇叭广播可能导致武装冲突 朝鲜可能会在西海恢复射击或对气球进行射击 两国关系处于多年来的最低点 外交长期停滞 金正恩加快了武器测试和开发 而韩国则越来越依赖主要安全盟友美国 2018年 两国领导人曾同意停止所有敌对行为 但近期的局势表明这一协议已被打破 CNN报道 朝鲜再次向南方邻国发射了数百个装满垃圾的气球 重新点燃了双方之间的以气球对抗气球的争端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JCS表示 自周六晚上以来 朝鲜已发射约330个装有垃圾袋的气球 其中约80个落在了韩国境内 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周日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应对最新一波气球的措施 朝鲜声称自5月28日以来 已向韩国发射了约1060个气球 携带15吨垃圾 作为回应 韩国将恢复通过重兵把守的边境地区的高音喇叭 进行宣传广播 这些广播曾是韩国对朝心理战的一部分 直到2018年两国首脑会晤后才停止 朝鲜副防长金康日表示 气球行动是对韩国多年来向朝鲜发送反朝传单的回应 独立报报道 韩国表示将重新在边境地区启动反朝宣传广播 以回应朝鲜持续通过气球向韩国投放垃圾的行动 韩国总统办公室在国家安全会议后表示 高音喇叭将在周日安装并开始广播 这一举动势必激怒朝鲜 可能促使其采取报复性军事措施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朝鲜在周末再次发射了数百个装有垃圾的气球 这是自5月底以来的第三次行动 韩国发现了约1000个气球 这些气球上绑着装有粪便 烟头、布料碎片、废电池和废纸的塑料袋 朝鲜副防长金康日表示 如果韩国活动人士再次发送传单 朝鲜将恢复气球行动 韩国官员称 朝鲜的垃圾气球发射和其他最近的挑衅行为荒谬 不理性并誓言强烈报复 日经亚洲报道 韩国将在周日开始对朝鲜进行高音喇叭广播 这将对金正恩政权难以忍受 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 朝鲜自5月以来开始通过气球向韩国投放垃圾和粪便 称此举是对韩国活动人士反朝传单行动的报复 朝鲜曾表示将暂时停止发送气球 因为15吨垃圾已经足够传达令人不快的信息 然而 如果传单再次从韩国发送 朝鲜将恢复并发送更多垃圾 韩国活动人士无视警告 继续向朝鲜发送批评金正恩的传单 和包含K-POP视频及韩剧的USB棒 韩国的广播包括世界新闻和关于民主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信息 混合了流行的K-POP音乐 声音据说可以传到朝鲜20公里以外 韩国军方表示 自周六开始 朝鲜已发射约330个装有垃圾的气球 其中约80个落在韩国境内 Nike Asia报道 伊朗将在6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 以接替上月因直升机坠毁去世的埃布拉辛·莱西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将宣布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名单 其中包括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 他曾两次竞选总统失败 其他知名候选人包括强硬派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和前议长阿里、拉里贾尼 后者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亲密盟友 与此同时 美国和日本将在东京举行首次防务工业合作 采购和维持论坛 讨论导弹联合生产和美国海军舰艇 在日本私营造船厂的维修事宜 韩国和美国将在首尔举行第三次和协商小组会议 讨论进一步遏制朝鲜核威胁的措施 Nickei Asia还提到 中国将在周三发布最新的通胀数据 这是观察国内消费市场的关键指标 尽管通胀率连续三个月小幅上升 缓解了通缩压力的担忧 但房地产危机持续 消费者信心仍然存在疑虑 与此同时 欧洲对中国电动车的返补贴调查即将结束 可能会引入新的关税 以应对西方市场对廉价出口的担忧 日本央行将在本周晚些时候 举行阅度政策会议 市场将密切关注 其是否会采取新的货币政策措施 据多家媒体报道 韩国将在周日重新启动 针对朝鲜的边境扩音器广播 以回应平壤恢复 使用气球投放垃圾的行为 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称 这一决定是在紧急安全会议后做出的 预计将激怒朝鲜 并可能引发其采取报复性军事行动 朝鲜在过去的几周内 已经向韩国发射了数百个在有垃圾的气球 韩国军方发现这些气球携带的垃圾 包括塑料 纸张 和废旧电池等 韩国军方以动员化学快速反应和爆炸物清理部队 提醒公众不要触碰地面上的气球 并向警方或军事当局报告 韩国计划通过扩音器播放反潮宣传 K-POP歌曲和外部新闻 可能会对朝鲜前线部队和居民的士气产生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